躲躲K 符合戀愛少男少女的需求 拿去拜月老可說是將將好啊 你們看 這就是還沒有拿進去烤之前的手絲包 是一個愛心的形狀 超可愛的 吃下去保證 你會和你的對象心心相應喔 一顆顆小愛心送進烤箱 將表面烤到金黃色 焦上的蜂糖味和撲鼻的奶油香 氣味堆疊 撥開來是一層一層 再一絲一絲放入口中 象徵愛女們的綿綿情意 換你手絲包 到手囉 相信帶著去拜月老太 你可以感覺到我非常需要幫助 我們走吧 環池 老師 你在做什麼 我現在寫信給我的男神 希望月老可以讓我跟他在一起 是 你這樣子直接寄是不可以的 來到月老廟千萬別像我一樣沒有禮貌 先拿去攤白用的香合金紙 並隨自己的心意填點香油錢 接下來把基本資料填寫在錄文中 並蓋上手印 讓月老認識你才能替你挑選魂配對象喔 如果你跟懷恥一樣都是單身 第一個你要準備香蕉 香蕉就是趕快招來好姻緣 趕快招來好姻緣 另外一個呢就是紅爪 這個紅爪呢 紅色是代表喜事 也就是說好事要趕快來 那如果是已經有對象的人 他要拜什麼比較好 已經有對象這個學問就大了 第一個呢 就是要準備像這樣的鮮花 那還要呢準備水果 這個水果很重要 這水果呢 就是表示說希望就是求月老公公呢 讓我們在姻緣路上呢 在愛情路上 能夠談戀愛 貢皮飛齊了 接下來到底該怎麼求呢 老師 是 你可以幫幫我的忙嗎 不知道為什麼 他越來越講他才能夠明白 我想要找對象到底是什麼樣子耶 第一個先報上你的大名 出生年月日時間要非常清楚 你的宿旨也要非常清楚 可能你的對象條件是什麼 第一條第二條第三條 簡單惡要 聽清楚了沒 求音樂的三部曲就是清楚簡單 而且要範圍廣 知道了這些細節 我也來拜託月老公公 幫我找個真命天子吧 老師 是 那月老禮告完了 是不是可以直接把這個紅線拿走了呢 當然是不可以的 為什麼 懷恥 還好你有問 因為這個很多人就會誤會 就是說 禮告完了以後 就馬上拿了紅繩就回家了 所以一點效果都沒有 一點效果都沒有嗎 是 確定是如此 好 那怎麼辦 那我們要拐筊 拐筊是不是 是 就是跪在這裡嗎 直接跪在這裡 對 一定要很誠心誠意的 跪在這裡 是 他臉筊好可愛喔 真的是愛心耶 是 懷恥 跟你報告 千萬這個筊再怎麼可愛 都不如拐一筊重要 老師 我一直保不到筊 怎麼會這樣呢 是啊 我也覺得很奇怪 妳求的對象是誰 怎麼會沒有呢 我的對象就是 妳要求彭于晏 妳就早告訴我 我就不用陪著妳跪了 為什麼 因為如果妳是要求彭于晏 妳其實是不用求月老公公 那我應該要求哪一個神 比較有用呢 妳就直接回去孟周公就可以了 不管妳的對象是誰 只要滑到一處請規 就可以拿去一種結緣品 在順時中過過相濡 效力更強喔 最後把妳的金紙和錄紋 帶到這可愛的油桶火化 將妳的心意 顯實專送給月老 就完成囉 老師 終於把我們約老了 超開心的 接下來呢 我還要帶妳去一個 很特別的地方喔 有多特別呢 據說它裡面拜神叫做 楊神爺 老師 我跟你說 傳說中的楊神爺 就是它 原來楊神爺指的就是這一尊 看了我這個少女 都不僅有點害羞了起來呢 越是古老的民族 越是原始的民族呢 就越會是寵物主義 然後呢 越認為能夠以形補形 就會有求必應 能夠徹業工作 不知道疲倦為何物 老師 我跟你說 我還帶一個 非常有誠意的貢品 就是 大雕收 天啊 妳太認真了 男朋友都沒有 妳連在拜拜的東西 就準備這麼齊全 男朋友有的時候 不曉得準備到什麼程度 這個就是 我也不敢吃 那還是說 老師妳要吃一下 是這樣子 我最近吃素 阿彌陀佛 貢品準備齊全 帶上滿滿的誠意 2016年 你也能夠桃花朵朵開喔 謝謝 謝謝 謝謝